噪音污染 威胁植物多样性 最新研究显示 噪音污染对树群和植物多样性构成长期风险 甚至在移除噪音来源后 这类冲击恐怕还会持续 自上世纪中以来 营造业、工业以及新建道路及管线等基础建设 制造的人为噪音大幅增加 生物学家越来越忧心人为噪音对动 植物带来的冲击 之前的研究虽记录了短期噪音对树群造成的冲击 因为噪音会吓跑昆虫和动物等传分媒介 但针对长期冲击的调查研究却不多 美国研究人员调查位于新墨西哥州树群 这些树木已经曝露在大量人为噪音下 长达15年 研究人员发现 相较于安静地区 噪音地区的矮松幼苗减少75% 加利福尼亚理工州立大学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生物学教授弗朗西斯 Clinton Francis表示 人类噪音污染的冲击已经潜入这些林地群体 我们目前见到 移除那些噪音不必然 会立即带来生态功能的恢复 另一位研究者菲利普斯 Jennifer Phillips 表示 研究结果显示噪音污染如何驱离传粉动物 即使是在噪音来源移除后 菲利普斯指出 诸如从鸭等对噪音十分敏感的动物 已经学会避开特定区域 动物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重新发现这些过去充满噪音 如今却不再有噪音的地区 我们不清楚需要多久时间 这项研究刊登在4月15日出刊的 皇家学会报告生物科学版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健康生活编辑部